香啊 每一个都香啊 顶不住 牙吃啥都吃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伊州的 来到河南了嘛 肯定要到当地的美食街去走一下 如果不去当地的美食街 简直不是我的福 所以我们这会儿就在前往当地的 某一条知名美食街的路上 那边见 哎呀 你准备带到阿祥什么今天 要吃什么来着 辣汤 鲁饼 对面 其实我之前一直听说我们河南的河南 但我从来没尝误 但今天正好来了 时间都这么合适啊 今天回一回收费这么早 我们就来这儿了 冲向第一波美食 这路边摊我就特别喜欢 特别有些感觉 我小时候的记忆 我那时候我妈不给我做饭 我就来这儿吃饭 哇 没劲儿 今天变的真的 不是我没劲儿啊 真的是今天 还是有太多 嗯 啊 真香 还正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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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香啊 第二波美食我来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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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好多的 好多好多的 凉菜挺香哦 震惊吗 这有那么多凉菜吗 从前面见过这么多不腾口味的辣椒间 我这个肉和蔬菜的占比有点不是感应的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河南特色的 结果大家进去上诺以后看看啊 北京 这还是我们当地的河南的这个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最有河南特色的的 半菜 介绍了一个老北京舒适店 生活就总是这样你看处处充满着惊喜 我想您给我来份米皮来份凉粉 果凉皮是我们家特色 特色啊 我主要推你来吃果凉皮 果凉皮行 那能给我来个果凉皮 准备与第四种美食双向奔赴 刚才在我买第一家就是你一家鸡腿的时候 那个老师告诉我说 在这家在这条街上会面开的十分鸡腿 我这就去看看 一家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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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朋友们 我们此行最重要的一道美食 河南郑州的羊肉会面 好了 现在就准备开始 尝一口啊 鸡腿 刘果那个香准呢 嗯 从今呢肯定是要加的很香 先少来点啊 万一这个辣椒辣咸都很菜 作为一个宁夏的银酸的人呢 我肯定是要又要加点醋 加点这个提提鲜啊 感受一下 别的没啥啊 我就准备 开动 期待下一期的美食来源 拜拜